今天是我的18岁生日 这本来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一天 可就在刚才 我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 杀害她的凶手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楚楚 明天呀就是你18岁生日了 你想要怎么过了吗 终于要成年了 妈 那你打算送我什么呀 我呀先不告诉你 妈你就告诉我嘛 明天你就知道了啊 妈 喂 120吗 环城路这边发生了车祸 你们快来 妈 都怪我 你一定要坚持住 九火车它马上就来了 楚楚 妈 妈没事啊 快来人了 有人受伤了 医生 求求你们 求求我妈吧 你 是我先叫的救护车 楚楚 别和别人吵架 都别抢 想救人又跟这医生说了算 楚楚 爸 你快来 我妈受伤了 老婆 别害怕我来了 我来了我就放心了 张叔 你先求求我妈吧 我妈伤都很严重 你妈怎么了 我妈流了好多的血 没事吧 快快救人 爸 你怎么这样了 他可是我妈 楚楚 你不要害怕 第二个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爸爸是医生 必须救需要救的人 陆阿姨 这么多年就一个人 我必须先救他啊 爸 回来啊你 张明 开车 爸 你走了 我妈该怎么办呀 张明 妈 快看着已经向日昏 你是去浴室了 妈 先撑住 会不会那么吵 我过去看看啊 好疼 没事 不用担心 是擦破一点皮 没有伸到骨头 病人情况危险 急需手术 你快去通知他的家属 我就是病人的家属 快把你家人叫过来 医生 医生 今天真是谢谢张叔叔了 不用谢 我要回去看看我老婆 一会儿再过来 我的头好痛 没事 可能是一些应急反应 你要不放心的话 我陪你做个检查 我不想做检查 只想你多陪我一会儿 好 照顾好一个病人 是我医生 应该做的 有你在 我就放心多了 这人情况危急 快去通知家属 来请手术同意书 好 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 主任 病人腹腔大出血了 天啊 天啊 这个贱人 又想干嘛 妈 我这是上厕所 那你快去快回 张叔叔一会儿有事 只能你陪我了 行 爸 爸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快接电话呀 你今天 永远都别想联系上你爸 还没联系到家属吗 再这么拖下去的话 除了任何意外 你自己负责 医生 我是病人的妻女 让我签可以吗 啊 还没联系到家属吗 再这么拖下去的话 再这么拖下去的话 除了任何意外 你自己负责 医生 医生 我是病人的妻女 让我签可以吗 啊 抱歉 医生 爸 你到底在哪儿啊 爸 你快接电话呀 我总觉得心里有事 要不我回去看一下 张叔叔 刚才我说去碰见白阿姨了 他没事 我还和他们聊天了呢 没事就好 要真有什么事 我会很内疚的 你这是我见过 天底下最顾家的男人了 我要是有你老婆娘的福气 就好了 能得到你的夸奖 我还挺开心的 医生 快开门 我成年了 快让我签字 医生 开门 我成年了 很遗憾 我们已经尽力了 患者内伤太严重 而且送来的时间又太晚 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要是怎么早点送来 还有一线希望 真可惜 你妈还那么年轻 医生 我求求你了 再抢救一下我妈可以吗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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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别丢下我 妈 孩子 请节哀 啊 妈 妈 妈 你告诉我 是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呀 妈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让你生气的事情了 妈 我求你了 你不要丢下我 妈 妈 你醒过来了 签字吧 去签字吧 我去给你开出院证明 你回去静下就好了 你对我真好 应该的 家里没别人了吗 签个字吧 走完证明 一是两份 这份你拿好 哎 张医生 可能你走啊 朋友住院了 你给我开个出现证明吧 好 好 这住院的人出了什么事情啊 人已经走了 什么 来已经打印好了 可以看一下 老婆是不是生我气了 居然连出现证明都没让我亲自去走了 哎 妈 你这次干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就 当然了 终于暴力会丑了 你也不赖 哎呀 哈哈哈 这就是你说的你妈伤得很严重吗 小丫头 我告诉 我就是掉一根头发 你爸都会心疼的 你妈 就算是死了 她也不会多看她一眼 你跟我再说一遍 初初 初初 你给我住手 爸 什么人你在这里呢 我是医生 我不在病房 我在哪里 你冲进来干什么 爸 你知不知道 我妈那里 初初 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张初初 你胡闹什么 照顾病人是我的职责 作为医民医生 我照顾一下病人怎么了 是 你照顾病人 你多高尚了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在围着他们两转 你以为我和我妈是傻子吗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操心 我不要操心 那你倒是操点大人的心啊 你还是不是我爸 你怎么和大人说话的 你给我出去 我妈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永远 你还要去 受认好了 江明 今天就是多亏你了 你就别够客气了 今天晚上回去好好休息 我要回去陪下我老婆 乔叔叔 刚才我听叔叔姐说 蚕蚁已经 她 是不是已经出院了 她跟我有点小矛盾 没事 我回去哄哄哄她就好了 叔叔 既然把阿姨已经没事了 今天是我的成人礼 你能不能陪我过一天生日 这次可能不行了 我已经答应过楚楚 今天一定要陪她过的 楚楚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我多希望可以跟楚楚姐一样 生日也有爸爸陪 你能当我一天的爸爸吗 就一天 嘉欣 别闹 周叔叔是有家的人 他应该去陪她老婆孩子 妈妈虽然是有生日 但是还是会陪你过生日的 这么多年 还有爸爸 你不是爸爸 叶叔啊 你不用这么客气了 我们最近不是说好了 好 今年啊 叔叔陪你们过 叔叔 你真好 那我可以要一件生日礼物吗 当然可以了 张宁 你真贴心 还是有点不放心老婆 我得去病房看一眼 妈 你看你 多漂亮啊 我这么漂亮的妈妈 怎么就 你不是说好 要陪我过生日的吗 有妈妈在 楚楚永远都是18岁的小女孩 小贪财鬼 妈妈呀 知道你有很多想买的东西 这是妈妈给你存的所有钱 今天呀 楚楚18岁了 已经是成年人了 所以妈妈把这张卡 交给你了 这是妈妈专门给楚楚定制的玉佩 一块给你 一块给我 这样不管楚楚走到哪里 都能和妈妈心恋心 妈 我什么礼物都可以不要 我只想你回来陪陪我 我只想吃妈妈做的长寿面 楚楚 你怎么还没走 你过来干什么 我不想看到你 不是我 你离我远一点 我没有你这个爸爸 我 张明 这是你送给楚楚的礼物吗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 你什么意思 啊 嘉欣啊 你就挑一个 叔叔做主 你选一个 作为你的生日礼物 这不好吧 你们这对吃人血的母女 凭什么要抢走我妈的东西啊 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怎么了 楚楚 闭嘴 没有人关心你的生日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东西 你凭什么要做主给她 你凭什么要做主给她 楚楚 你从小到大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几个礼物而已嘛 爸爸 我想要那个 好 他叫你什么 楚楚啊 今天是嘉欣的生日 你也知道 她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的 我就给她当一天爸爸陪陪她而已 那我的生日谁来陪啊 谁来陪 楚楚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是不是你妈妈跟我赌气 故意教你这么说的 她怎么变成这样这么一个人啊 我回去我一定要好好问问她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妈 我妈可不像某些人 自己没有本事有老公 就霸占着别人的老公 破坏别人的家庭 不要脸 楚楚 你怎么说话呢 你是被你妈怪坏了吗是吗 你不要在这里丢人信心是不是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你妈妈那么爱你 再给你买一条不就得了 嘉欣喜欢送的她又怎么了 什么贵重的礼物 你妈妈还是跟我说起来吧 好 我以后再也没有妈妈给我买东西了 这住院的人出了什么事情啊 人已经走了 你知不知道 我妈妈已经 我妈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永远 你说什么 把我的相片坏我 嘉欣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楚楚 你给嘉欣道歉 该道歉的人是他们 不是我 楚楚姐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居然打我 楚楚 你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给楚楚姐道歉而已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 楚楚 要救陆阿姨的人是我 跟你家亲没有任何关系 你道歉 要跟老爷 这么呼求他们是吗 楚楚 我是你爸 轮不到你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早知道这样 就不会和你妈结婚 生下你这么一个身在佛中不支付的东西 就不会和你妈结婚 生下你这么一个身在佛中不支付的东西 这件事息进不很大 爸 你们什么意思 我先进去了 张楚楚和陆嘉欣的家长到了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迟到了 你好 是张楚楚爸爸了 我是陆嘉欣的家长 不是张楚楚爸爸吗 这个是楚楚的爸爸吗 怎么变成陆嘉欣的爸爸 你说陆嘉欣会不会是私生女士吗 的爸爸 你们不知道吧 对张姐从来不管自己的事 天天为人家都要送你转移 一个班的 这爸爸怎么有脸来的 好 你有本事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告诉我妈一遍 今天下午一点 我和我妈在家等你 她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的 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 你干嘛呢 哦 没事 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她没有接 要不 你先回去 我回趟家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张明在这个结果眼上赶回去 中午我订了嘉欣喜欢吃的餐厅 要不吃完饭再回去吧 我总觉得怪怪的 我回下一趟吧 张明 嘉欣因为你答应今天要陪她 不知道高兴了多久 你忍心看着我们孤儿寡母两个人呀 再说了不是担心你胃饿坏了吗 叔叔 你今天就陪陪我和我妈吧 咱们不是说好了 今天你陪我过吗 那好吧 走 坐一点 坐一点 又一点 三 二 一 茄子 茄子 茄儿 茄儿 坐弟弟的来晚了 对不起 茄儿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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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常人礼 今天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的爸爸张明 佳馨啊 这么多年我对你的付出是应该的 只要你天天开心 我一直当你的爸爸好不好 谁的电话呀 我出去打个电话很快就回来 是不是你老婆给你打电话 不是的 不是我老婆是工作上的事情 说好了今天要陪我 你哪儿也不许去 你要是走了 我再也不议你了 必须要陪你 处理吧 马上就回来 爸 这就是你的承诺吗 这就是你说的 一定不会再迟到了吗 丑丑 这都等他多久了 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他可能忙着 让我给别人当好爸爸 这该出事了 当初我姐要嫁给他 全家人都不投赢 要不是我姐当初已经怀上你了 可怜我的姐姐 这么年轻聚了 这么年轻聚 舅舅 你不要生气了 我对我爸已经很失望了 太不瞎话了 他到底能忙些什么 忙到连自己老婆出屁的日子 他都不来 今天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舅舅 走吧 你不要丢下我 你不要丢下我 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啊 妈 你谢谢 楚楚 放开我 出去了 妈 放手 妈 再加入姓名这里 签一下字 当当当当 你去哪儿吧 给佳馨订的生日蛋糕啊 喂 我昨天订的生日蛋糕做好了没有 这个蛋糕对我很重要 我现在就过来去 我还以为你去找你老婆了 怎么会呢 今天是你和佳馨最重要的日子 我当然是要陪你 和佳馨了 爸爸 你这是从来都不让我失贸 必须的 欣欣 那我去给你点蛋糕 去给你准备惊喜 妈 小时候我以为要花很多力气 才能抱得动你 可现在我发现 你亲得像个孩子 我本来想得我长大了 鼓足力气 都要抱起你一次 可是现在 我却被这轻飘飘的感觉 压垮 老虫 展面 我白金山 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又经历了 坐 你怎么了 好奇怪 我总是有种不想虑感 可年轻最近太累了 不行 我要回到家 你答应我们今天要陪我们的 我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要回家一趟 这菜也没上 蛋糕也没吃 你要是现在走 咱以后也不用见面 你说 我就回去 处理好事情我就回来 没别的事情 爸爸 你别和妈妈吵架 孩子 你放心 不关你那么事情 爸爸处理好事情马上就回来 可是 爸爸要是回家了 妈妈就没有家了 你就好好地安心坐下吃顿饭吧 你相信我 以你和白秋燕的感情 她不会怎么样吧 可是 我认识的张明 可是从来不会这样唯唯诺诺的 可是她是我老婆 这些年 她总是在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 咱俩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 轮得到她跟你结婚吗 好了 别生气了 你别碰我 你们男人都一个样子 这些年我对你的付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好吧 那你要答应我 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等生日宴过后 你要陪我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好 祝你生日快乐 快 现在等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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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买一块墓地 你是白秋燕女士的家属 我是她的女儿 节哀顺变 不过据我们这边显示 白秋燕女士生前 已经在我们园区购买过墓地了 什么意思 我对白女士印象很深刻 她来过我们园区好几次了 我妈她来墓地干什么 你妈说 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 她担心你以后 成家逆业 老人的身后事 会给你造成麻烦 所以她提前 给他和你爸买好了 还说等他们老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祝你生日快乐 小姑娘 她不配和我妈在一块儿 她不配和我妈在一块儿 亲以我的名义 重新购买一块单人的墓地 别太难过了孩子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妈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你一个人不要害怕 我爸怎么在这里 爸 你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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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摆苹果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他生前就是个烂毒鬼 不仅骂我 还打我 我爸爸的早就离开他 要不是看在他是加薪父亲的分身 哦 好了好了 没事了 爸 初初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呢 好 你有本事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告诉我妈一遍 今天下午1点 我和我妈在家等你 哎呀 你听我解释 我本来今天要陪你和你妈的 今天正好是嘉欣的成人礼 我就简单陪他们吃吃饭而已 解释解释 你永远都在解释 这么多年了 你对我妈除了解释还有什么 你你妈呢 你妈在哪儿 我妈死了 你怎么说话的 我说我妈死了 我说我妈死了 初初 就算发生天大的事情 你也不要诅咒你妈呀 不会了 不会再有天大的事情了 因为我的天已经塌了 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插手 今天我就问你 我和他们 你选谁 这是我妈最后一次等你了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楚楚 你什么都有 他们什么都没有 你不要为难爸爸好不好 你叫你妈过来 我给她解释 没事吧 你说 我 你没有机会了 楚楚姐 吃个苹果吧 这是爸爸专门买的 可甜啊 我再也不会让到你了 我再也不会让到你了 楚楚 你告诉舅舅 活不在的时间里 你们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舅舅 以后我只有你了 你以后 邱嫣的老公到底怎么回事 火化的时候就没来 这下葬的时候也不来吗 真可怜了这孩子了 舅舅 算什么 一事简单一点 我妈这个人 不喜欢大操大办 我怕吵着她 你指好了 放心吧 舅舅 我已经成年了 以后 我会像我妈希望的那样 好好活着 开始吧 吉时已到 妈 女儿送你上路 这是妈妈专门给楚楚定制的预配 一块给你一块给我 这样不管楚楚走到哪里 都能和妈妈心恋心 好像有什么声音 关咱们什么事快走吧 特别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 好了你怎么总是疑神疑鬼的呢 好了 你怎么了 我今天有点不得劲 说不定这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 咱们走吧 加西 楚楚 楚楚 行李 一鞠躬 张楚楚 你总算和我一样 体会到这种没有爸爸的感觉了 楚楚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呀 赶紧睡觉啊 妈 宝贝 宝贝 是不是都饿坏了呀 赶紧洗手吃饭吧 傻姑娘的妈这么大了还不会照顾自己 这以后如果妈妈不在了你可怎么办呀 赶紧吃吧 多吃点长身体啊 来 妈 你这个小丫头呀 怎么只知道洗衣服不知道晾衣服呢 陆一书 陆架欣 我一定会找到你们害死我妈的证据 妈 你走了 这个家也没有意义了 今天谢谢爸爸陪了我们一整天 这是我过过最完美的生日了 那有叔叔 每年都陪你和妈妈过生日好不好 嗯 张宁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看到你们母女那么开心 我就放心了 哎呦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张宁 这么晚了 要不你就住我家吧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我要回去了 我老婆可能还在等着我呢 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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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宁这个王八蛋 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 抛弃亲女 我倒要看看 她的良心是不是被狗给吃了 居然能干出这么丧良心的事情 一定是上次接楚楚的时候太着急了 把外套拉到她的家里了 舅舅 我突然觉得我妈的死好像不是意外 厨舅 你刚才说 说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妈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 好奇怪啊 乖 别担心 咱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一神一鬼的干嘛呀 妈 舅舅 我该怎么办 姐 咱爸妈走得早 这么多年都是你一直在帮衬着我 如果没有你的话 没有我的现在 姐 你放心 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你跟楚楚受委屈的 楚楚 你现在已经成年了 你想怎么做 舅舅都听你的 又是这个王八蛋 我都要看看 他能说什么 既然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在 那么以后 我就再也不需要这个爸爸了 白秋夜 你居然敢背叛我 妈 你说 昌明叔叔 会不会已经知道 我们和程会有关系了 你放心吧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以他对我的感情 就算他知道 也不会怎么样 妈 我想和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其实 白秋夜阿姨 已经死了 谁告诉你的 那天在医院 我亲眼看到的 还有那天在墓地 我还以为他只是受了点伤 想到他竟然死了 威丘 你真是帮了我好大的忙 丑丑 这是陈律师 我的好朋友 今晚见光 都跟他讲过了 你好 我叫陈宇 陈律师你好 陈律师 你好 陈律师 是这样的 那天我妈带着我 那天我妈带着我 妈,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好奇怪啊 乖,别担心,咱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一神一鬼的干嘛呀 妈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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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说不定邱燕姐只是暂时不想见你 生气鬼生气,她居然连家都不回了,这是一个女人该有的样子嘛 悄悄气嘛 明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儿 我这房子最近快到期了,手头有点紧 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垫一次房租呀 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现在的钱,都在百居燕那里 上次楚楚过生日的时候,邱燕姐不是给了她一张卡吗 说不定,这钱就在卡里面呢 这些都是小事儿,主要怕委屈了你和孩子 不委屈,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今天我一个人在家 老公说要去外面吃饭 浪费了我的手艺了 楚楚一天天的在长大 我觉得生下楚楚是我人生中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了 我爱我的女儿 楚楚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不知道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这个月有两件好事儿 第一件呢是楚楚的18岁生日 另一件呀是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 诶 楚楚 终于回来了 你来干什么 近几天爸爸不对 没有考虑你的心理感受 晚了 真生爸爸气了 没有 我一个当女儿的 有什么资格生爸爸的气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你给我出去 你怎么这样子 你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来陪张叔叔取东西的 干嘛发这么大瓶钱 就是啊 取什么东西 以前几天你妈妈不是给你一张银行卡吗 爸爸现在急事 你给我爸爸用一下 爸 你就那么爱钱吗 是 你陆阿姨房租到期了 爸爸给她交个房租 你乐意给谁交房租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从我成年的那一刻起 别想像吸血鬼一样 他总属于我妈的一切 叔叔 你怎么这么对爸爸说话 我妈就是对你太客气了 你 你打 你妈妈去哪儿了 爸 你变了 你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 你干嘛妈蛋 舅舅 你干嘛妈蛋 舅舅 你做什么东西 你敢打我 救命啊 打人了 我告诉你们 我不打女人 但是你们记住 这是张楚楚和白秋燕的家 给我快出去 白青山 你想干什么 舅舅别打了 咱们之间在这 慢慢算 你姐叫你来的吧 我告诉你张明 我姐已经死了 你叫她过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 她在外面张篮上了 你少给我捡过桑水 不信 你看看 偷人偷到家里来了 啊 嗯 这是我上司宋楚楚 落在这里的 你们俩喝起火来骗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爸 你宁愿相信我妈出轨 都不愿意相信我妈死了是吗 好 你好自为之 朱楚 你把卡给我 你简直无药可救 滚开 我心里脏 朱楚 你给我回来 在我心里 你已经不是我爸了 朱古 你们跟我等着 冲冲啊 气死我了 你就别生气了 奇怪了我还心疼呢 他们说白秀月死了 是什么意思 不会她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张叔叔 刚才我说去碰见白阿姨了 她没事 我还和她们聊天了呢 你就放心吧 她能有什么事啊 我看 她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你离婚 离婚 她先是不理你 然后再把女儿接走 这不是摆明了挑衅你 想把你赶出家门吗 我跟她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竟然这么怼我 你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得到更多的财产 你就不怕到时候 她真的不回来 她那个弟弟跟你抢夺家产呢 既然她对我无情 也别怪我无意 这么多年 我也受够了 我明天 就去购物房子 你呀 就是平时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咱俩要是在一起了 我可不忍心让你收 我现在就回家找房秘密算账 你弄疼我吧 妈 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了 这个家 永远都只属于你 你妈呢 终于有点成了 你妈在哪里 我找她有事 你妈在哪里 她会的 满轻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既然她不能解讳我妈 那我就让她 永远也能把她碰面见的 但你能忍拂我妈 自己都现在需要 EM 这不是真的嗎 这不是真的吗 你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没说了 我妈出事的时候你在哪 我妈抢救的时候你又去干什么了 我妈火化出兵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 开车 外边怎么那么吵 这住院的人出了什么事情 人也应该走吧 你知不知道我妈妈已经 你好再也没有妈妈给我买东西了 今天下午1点 我和我妈在家等你 我说我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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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我回来玩了 回来玩了 爸爸 现在求我妈原谅 有什么用吗 她能回来吗 初初 爸爸错了 爸爸真的错了 当时我不知道你妈会这样子 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嘉欣说你妈没有事我才走 你到底是陆一书的老公 还是我妈的老公 我和陆嘉欣 到底谁是你省的 为什么他们说什么你都信 你亲眼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他们不会是不会那样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替他们解释 恐怕只有在你的眼里 他们是那样的人吧 你妈到底怎么了 要不是他们故作可怜 抢走了救护车 我妈她就不会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 你 你就是帮凶 他们俩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初初 你有火气 你对爸爸撒 你不要伤害他们 你 你 你比我想笑的还要懦弱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心里 永远是偏袒着他们两个 为什么他们说什么你都信 就是你和你妈故意害的我吗 是又怎么样 你妈已经死了 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你拿我们 没有任何办法 你到现在还要想起他们说的话吗 怎么会这样 我是知道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我一定要让他们亲手付出代价 你想干什么 我 我 我只是要做一个女儿该做的事情 这样起码我妈在下面 不会觉得寒心 你妈妈在哪里了 不配再见我妈 初初 你告诉我 你妈在哪里 初初 你原谅我 你原谅爸爸 你让我做什么东西 好啊 你要是想要我和我妈的原谅 那你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 我要让你看看 他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我在家里边 过来吧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吃什么破橘子 张铭啊 我来了 吓死我了 你真晦气 你们来我家干嘛 你爸让我来 爸不在 妈 你别跟他废话 反正呀 这个家马上就不属于他 你害死我我妈还不够吗 那是白秋燕自己活该 他该死 这些话你敢当着我爸的面说吗 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爸 我爱的只不过是你妈带给她的钱罢了 小丫头 不要太天真了 所以这就是你处心积虑 害死我妈的原因 要怪准怪她自己蠢 我只不过便了几下她的车 她为了躲我 竟然撞车了 好 这是你亲口承认我 车伙跟你有关系 对你 那又怎么样 真正害死你妈的 是你的不长眼的爸 陆一树 你这个蛇蟹燕的女人 陆一树 这个蛇蟹燕的女人 你 你在家 你真敢骗我 这是我家 这是我本白区院的家 我在我家 我在哪里 张叔 你别怪我妈 是她 她先侮辱我妈的 陆佳心 我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成新生女人来养 可你跟这个毒妇 你都学习了什么 你怎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你们刚才做的事情 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陆一树 你 你给我老婆道歉 我给她道歉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呢 你老婆的死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 我真是瞎了眼 我这么多年这么相信你们母女俩 做了很多伤害我女儿和我老婆的事情 我现在 绝不让你伤害处处半个毫毛 车祸的事情 我一定会调上青手 如果是你们干的 我绝不轻饶 不是的 张明 是她 是她过一趟我的话 如果时光能够到回 我一定不会被你们蒙蔽 我只恨我 不早点看清你们的真面目 张明 你忍心看着我和佳心失去一起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说过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说过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想干什么 这里面是你刚才说的所有话的录音证据 我现在 我就报警 爸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 蜂蜂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放过我妈吧 好不好 你心疼你妈 可是谁来心疼我妈 他冷冰冰的躺在那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蜂蜂蜂 你饶了我们吧 只要你别报警 我什么都听你的 贾心不能没有我呀 好 我可以饶了你们 但是你和他 必须给我妈道歉 过去 妈 女儿答应你的事情 做到了 张明 你就忍心看你女儿这么欺负我吗 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快给我妈道歉 我许你们这样欺负我吗 放开我了 放开我了 家欣 没事吧 我没事 妈 撞心 妈没事 既然你们连我原谅你们 最后几回都不要 就不要怪我了 陆家欣 你也已经成年了 应当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 叔叔 家欣还小的什么都不懂 都是我的错 求你原谅我们吧 哪位是陆一书女士 对我 这是我的证件 你先来涉嫌一起案件 请跟我们走一趟 配合我们来调查 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证据 根据张助手女士提供的行政纪录仪 以及各类视频资料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证明一切这事实的真相 这位陆家欣 刚才还试图伤害我 不 叔叔 你放过我们吧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妈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都带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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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不行 小姐 叔叔 你放过我们 走 走 走 老婆 我对不起你 妈 女儿 女儿长大了 以后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爸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 是我和你妈妈的结婚纪明日 我妈一辈子 从来没有让你有过任何的负担 老婆 甚至在走之前 甚至在走之前 都给你们俩埋好了目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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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 你没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 在你的心里 我从来都只是白桥燕的孩子 老婆 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不是的 叔叔 从我记事起 从我记事起 我的每个生日 你都在干什么 我 你自己的孩子你不闻不问 路易书的孩子你安前马后 这就是你说的爱我 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 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一时糊涂 你知不知道你的一时糊涂 害死了我妈 害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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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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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 最后一次 原谅爸爸吧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成年了 我不会再像我妈一样 成道夫者 老婆 老婆 我错了 我错了 老婆 老公 你看 这以后呀 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嗯 多亏呀 唯有这么能干的老婆 才让我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那你以后 会不会一辈子对我好呀 当然了 我绝不会不会 像其他男人一样 让你受一点点伤害 好 好嘞 好 好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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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好不好 你看 我们的大 BA 找到这 好 我自己的像你 这样子也好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老公 你加班累不累啊 要不然我去给你送点饭吧 好了好 那我等你回来啊 妈妈妈 到学了 哎呀 宝宝 哎呀 哎呀 辛苦了 今天想吃什么 爸爸给你做 你敢说对都会说 没有任何私信吗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张明 这就是你答应给我过的生活吗 你说他就一个人 我帮帮他怎么了 好好好 我从今天开始 不会把自己逼得像疯子一样 我有楚楚就够了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会干 婆婆 要离开我 楚楚 你在哪里 爸爸真的很想你 你不要离开爸爸 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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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今天是你的近日了 我来看你 妈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的人生不会这么平坦 我以后 一定要带你去 所有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楚楚 是你吗 爸 我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爸 我拿着我妈留给我的钱 去国外读书了 不要找我 也不要问我 珍重 爸 你怎么在这里 你走了以后 我就辞职了 像我这样的人 也不配玷污医生的事业 我辞职以后 我就来这里找了份工作 每天可以陪着你妈 今天 是你妈的祭日 你看 我给你妈买了很多花 把你妈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爸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只要你好 爸爸就好 你妈妈说过 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